难怪张无忌会信谢 你看张翠山睡着时 谢迅对殷素素做了什么 如果你没有翻语原著 压根就不知道张无忌的原名竟是谢无忌 张无忌为何要取谢无忌这个名字 听听笔者细细道来 张翠山乃张三丰的得意门徒 又是武当七侠之一 尽管张翠山也对殷素素颇有好感 但他深知正邪不两立 自己怎么可以和魔教的殷素素越走越近 正当张翠山准备挥剑斩情丝时 他和殷素素却被鸡毛师王谢迅所情 三人随后又在汪洋大海上遭遇了海啸 继而流落于一座杳无人烟的荒岛之上 荒岛换作冰火岛 远离了中土的喧嚣 加之张翠山殷素素在海上漂流之时生死与共 这一对年轻人不免情愫暗生 最后所幸在荒岛上结为夫妻 一住就是十年 只可惜鸡毛师王谢迅早年修炼七伤拳 伤了心脉 每到刮风下雨之时就会狂性发作 加上谢迅的武功高出张翠山太多 即便张翠山殷素素强强联手 也只能勉强苟言残喘 一日怀胎十月的殷素素即将临盆 紧要关头之际 谢迅狂性大发 他不顾一切地冲进张翠山殷素素的洞穴里 继而和洞内的张翠山爆发了激烈的打斗 张翠山为了妻儿本要以命相搏 让人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随着婴孩的降生的啼哭之声传来 谢迅竟慢慢恢复了理性 书中是这么写的 谢迅听得婴儿哭声洪亮 问道 谢迅一听 这孩子不像张翠山 更是来了劲 他道 这孩子取了名字没有 张翠山道 还没有 前辈学问渊博 请给他取个名字吧 谢迅沉吟道 嗯 给取个好名字 让我好好来想一个 张翠山道 如果你喜欢 那么咱们这孩儿便叫做谢无忌 于是 谢无忌就此横空出世 十年之后 谢迅为了让谢无忌能够融入社会 于是看准了风向 让张翠山 音速速带着谢无忌离开了冰火岛 离开之时 谢迅一再叮嘱众人 进了中途 这谢无忌三个字 万万不可再叫 须得让谢无忌改姓张 换成张无忌 于是 后来就有了少年张无忌身 众玄名神长 跌落昆仑仙境 炼成九阳神功等一系列风波变故 由于张无忌的奇遇太过于精彩 读者们也很快将谢无忌三字忘了 话说回来 金庸起初 为何要给张无忌取一个谢无忌的名字 难道真是张翠山夫妇 为了讨好谢迅这么简单 原来张翠山认为 若将张无忌送给谢迅当一子 就算谢迅发起风来 也不会对张无忌怎么样 因此算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可事情的经过 就真的这么简单了吗 哪该怎么解释 张翠山和殷素素 在冰火岛待了十年之久 可在生下张无忌之后 殷素素就再也没有替张翠山生儿育女了 确实 孤男寡女同处一学 加之 冰火岛天气恶劣 不适合外出 绝大部分时间 只能待在洞内躲避暴风雪 在这种环境之下 男女之间就只能疯狂造人了 当然 这样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晚上搜一搜 就可以发现在现实社会里 那些流落孤岛的男男女女 平日里都在做些什么 这样看来 张翠山 殷素素 谢迅三人的关系的确复杂 又耐人寻味 无独有偶 金庸本人也在原著里 有过这么一段描写 书中是这么写的 张翠山和殷素素身子疲困 面目憔悴 谢迅却神情日渐反常 眼镜中射出一样光芒 半间张翠山正拥着海豹皮以冰而握 睡梦中呼听的音速速大声尖叫 放开我 放开我 张翠山急悦而起 在冰山的闪光之下 只见谢迅双手抱住了音速速尖头 口中和和而呼 发生有四野兽 张翠山这几日看到谢迅的神情古怪 早便在暗暗担心 却没想到他竟会去侵犯音速速 不禁金木交集 纵身上前 喝道 快放手 注意金庸的几个用词 第一个是张翠山睡梦中呼听的音速速大声尖叫 第二个是谢迅抱住了音速速 口中发出野兽一般的声音 第三个则是张翠山没想到 谢迅竟会侵犯音速速 把这三个词联系在一起 张无忌为何会信谢不就解释得通了 此外 音速速为何没有继续替张翠山生儿育女 谢迅的癫狂之病 为何随着张无忌的出生而痊愈 张无忌为何神功大成之后 屡屡舍身搭救谢迅等谜团都能迎刃而解